就這幾項 這個調查權聽證權還有執行權 為什麼我說他是假借修法 實際上是想要達到這個修憲的目的啦 我先請問一下院長 立法委員有沒有質詢總統的這個憲法權利 應該沒有質詢的權利 總統依法依憲法的規定 得到立法院在集會的時候進行國情報告 但並沒有所謂質詢 質詢就是你跟這個所有的部會首長 來到立法院做施政報告 沒有 執政報告結束之後我們質詢你嘛對不對 這就是我們兩個 我們在監督你 你對我們負責嘛 好 那請教一下 那如果啦 萬一啦 複翼失敗 然後在釋憲之前 然後立法院呢 國民黨和民眾黨邀請總統來到這個立法院 所要來做國情報告還要備詢 那你認為總統要來嗎 我無法替總統回答 但是我個人認為 如果在提出釋憲之後 整個社會的焦點 注意力會在釋憲上面 希望釋憲的結果 憲法法庭給這個憲法的秩序 做一個安定的一個決定 在此之前 如果有不移的行為太多 引起人民的反感會更大